我来做一下我在做了供奉以后的改变 我当时其实就是就是本身我的那个觉醒也是因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然后一个卡点 但是这个卡点就怎么都过不去了 然后就是怎么怎么都过不去了 然后不管是找人疗愈也好啊 然后还是自己再去 我上大课也是想着当时我也是想着 我一定是上完大课以后我可能这个卡点就过去了 然后可能会像重生一般的那种感觉 但是也还没没没过去 然后因为就是上课过程当中时间很长 然后我也没有再去除了上课 然后就是睡觉就没有再去给自己圆满 然后就感觉还是没过去 里里拉拉的怎么就过不去了 然后后来实在不行我就就就做了供奉 我做了一个1608的供奉 然后当就是当天 当天在供奉 就是在师傅那个法事 完成了以后 当天 我 要不是当天晚上 就是第二天 然后我突然间 我就不知道那个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讯息给到我 然后我就突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关于这个卡点 我曾经只是想着一条路走到黑 然后但是当我做了那个供奉以后呢 然后就在 不是当天晚上 就是第二天 然后我就突然间做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决定 我要换一条路走 特别特别重要的决定 就在供奉以后 后来呢 然后再换了这条路走以后 反正也有了 也没有那么顺利 然后也好像也一直还在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尾巴 没有清干净 然后后来 我就就是各种各样 也自己去做功课 然后也会去接收到的一些信息 然后还有师姐们 有的时候就给我传递过来的一些 就是丰富我的一些认知 然后后来 我就好像突然间琢磨过门来了 就好像突然间琢磨过门来了 还有就有的时候 我再去 关键是 我后来再去做圆满的时候 我就明白 要把师傅观想在三眼的位置 然后所以呢 我每次 后来我在做圆满的时候 很奇怪 我去观想师傅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David女神 然后所以呢 在David女神的指引下 我就感觉好像一下子过来了 那个劲儿过来了 然后过来以后呢 我就正好是赶上女神 要供奉金币 然后我也是有金子 然后这些金子 的的确确也是我想拿出去 就是把这些业力都消掉的 然后但是这个供奉的过程 他有考验 因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 就是事情很繁琐 然后但是呢 我一定能行 我链接到师傅 我觉得我这个供奉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我就感觉把这个供奉做了 可能就把我关于这件事情的业力 就都会带走了 然后我也特别期待 这个供奉能成功的做好 我就会感觉 一切都是 终于是 真的是在有意识的 去生活 就是一切都感觉很美好 虽然前面可能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但是 一切会是美好的 因为 我们有师傅呀 师傅的保护 还有神的眷顾 所以未来一定都是美好的 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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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